台南安定善化西港山区共同联合举办台南胡麻产业文化祭 有鉴于台湾全国各地都爆发黑心油的风暴 市长赖清德更为了台南卫生局将北海油脂的延误下架而遭到外界关注 为此赖清德在记者会呼吁希望消费者一同来支持在地的胡麻油 不但可以避免吃到黑心油 更可以帮助农民支持农民酿造百分百的好麻油 我们台南的胡麻油最道地品质最好产量也最多 大概占整个台湾的产量的百分之九十 所以在这一波的黑心石油危机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选购最健康品质最好 而且安全最可靠的台南的麻油 那他的麻油分布在我们安定西港跟上化 这个是传统的麻油制造的重镇 在这一波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同时副市长严存佐致辞表示 安定上化西港山区所贩售的胡麻油 都是在地农会与农民器做生产 从耕种到收成制作胡麻油都经过层层把关检验 所生产的胡麻油品质好 麻油味道香醇浓厚 且又未含有反式脂肪 纯度百分之百 保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又健康 我相信说今年这个缩水油的手段 我相信我们每一年 有可能农民要求民族和辞职 会大量这个政家 大量政家 尤其是刚刚我们的王总丹书说得非常好 我们吃一个羞庆的土地 希望可以专作 有阶段的农山农作物 所以我相信对于看我们现在三区行销 比麻油呢 尤其我们还要围定了 麻油已经比台南另外一个台状了 想到麻油就想到台南 想到我们的西港 我们的这个 这个 现场并有胡麻油的展示 台南西港农会更把胡麻油重新包装 推出芝麻喜事礼盒 里面有胡麻油及胡麻制成的喜饼 既美观又实用 农会希望借由这个推广活动 将胡麻油推广到各个族群的消费者 让消费者吃得健康 更落实在地生产在地消费的精神 共同度过台湾食安风暴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